張岸路近日街數據中心發生的致命工業意外 原來出事那部升降機已荒廢了兩年 現場的數據中心屬於香港中立機樓有限公司 公司高級副總裁衛慶祥說 公司在2011年買入地皮連廠房之前 上手公司是有食堂的 並且用那部升降機來運載食 當他們入主改為數據中心後 就沒有設置食堂 所以那部升降機也沒有再用 而且荒廢了兩年 機電工程署沒有再派完檢查 也沒有承辦傷根進檢查和維修 早前數據中心進行局部翻身 就委託外判工程公司拆了升降機 誰知就發生意外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謝景華說 一般運送文件或食物的升降機 屬於細型的升降機 俗稱文件機或餐機 這類升降機的運作和載人的結構 一樣是需要用對重陀控制部升降機的上落 如果要拆了部升降機 必須鎖緊相關的降纜和機件 防止部升降機出現移位或下跌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